每年的科技厂分红 总让很多人很羡慕 像是台积电 平均每一个人就可以领到139万元 而至于连电以及世界先进 也都优于前一年 开出了优渥的福利来抢人才 因为鸿海董事长刘洋伟就说了 目前台湾半导体产业 人才这一块是非常缺乏的 半导体产业 特别在人才这一块 是非常缺乏的 根据人力银行的最新的统计 在2021年台湾半导体人才空 却已经超过两万八千人 鸿海董事长刘洋伟直言 半导体人才真的好缺 疫情宅在家 B电手机需求大增 带动晶片供不应求 造成晶圆代工产能吃紧 半导体产业发展火热 得有更多优秀人才加入 产业掀起抢人大战 连电其他的晶圆厂的成熟制程 也都要陆陆续续盖新厂跟量产 所以当然就需要大量的工程师 封测龙头日月光扩大布局 高雄厂预计2021年底 还要招募超过两千名人才 以设备工程师 储备干部生产助理员为主 台积电除了持续扩增正值人员 也开出一千五百名 研发替代以职缺 联发科则是抢先在今年年中 救世出真才消息 要从全球招募两千名研发人员 华邦店也同步开出四百名以上职缺 工作压力比较大 所以他们的薪资会比一般 农产的薪资要来的高 不止薪水高 福利分红也下下降 连电在今年三月 已经领到一个月分红 八月再领三个月 相较前一年大增百分之一百二十六 再加上年中 一年可以领到十八个月 台积店去年员工奖金及酬劳 平均每人可领一百三十九万元 位居金元三强之冠 世界先进每位员工 平均也能领到三十万元 十八个月 哇 蛮多的 李组的第三类组 他们好像出入都会比较好 然后薪水都会比温柱的高很多 因为他们毕竟也是很努力的在工作 对 就是也是他们所得 薪水福利人人称献 不过也是靠着这些优秀人才们的努力 才能让护国神山群屹立不遥 东森 财经新闻 张博祥 黄副祥 玉品杰台会报道 张博祥 黄副祥 黄副祥 玉品杰台会报道 张博祥 黄副祥 玉品杰台会报道